全片檢查者先講 歡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調查團 我是嘉嘉 隨著科技的日生月異 現在假夜流夜就越來越多了 好像這個嬰幼兒奶粉的安全問題 就成為了不少媽媽的心結 前幾年就不停爆出 生醉精肝、大頭奶粉 還有這些毒奶粉的事件 就令到很多媽媽 就真的崩緊了一條神經 而現在網上有傳聞出 就是說很多可以自測 買粉真偽、好與假的一些方法 到底這些方法是否真的可行 我們今期的節目 就帶著大家一一去調查清楚 BB在嬰兒時期 攝入的營養主要來源是奶 因為對於奶的營養組成 必須要接近人體的需要 然而只有母乳才可以滿足這個要求 此外就只能是人工調配的配方奶 配方奶粉又叫做母乳化奶粉 他主要是以母乳和羊乳 以及其他加工製品為主要原料 然後再加入適量的維生素 礦物質等負料 他跟普通奶粉相比 應有而配方奶粉 還增加了乳清蛋白 植物油、乳糖等等 另外還添加了微量元素、維生素 某些胺基酸或者其他成分 令到他更加接近母乳 用配方奶粉來代替母乳餵 的確是減輕了不少媽媽的負擔 但如果說不良的商家 在製造奶粉的過程當中 添加了一些不應該添加的東西 那就是說飲完之後沒有益之餘 反而還有害身體 那到底這些劣質的奶粉是甚麼呢 裡面又添加了些甚麼材料 這些有害的奶粉就是劣質奶粉 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和脂肪 是奶粉當中的主要營養成分 黑心的商家或者節省成本 會滲入澱粉、蔗糖、紋芽不精等等的物質 導致奶粉的蛋白質含量過低 我各法律命令禁止 奶粉含有紋芽不精、澱粉等添加剂 有些為了提高奶粉的口感 甚至為奶粉當中 適量添加一些食用香精之類的添加劑 然而這些的成分 都會有害嬰兒的生長發育 以及身體健康感 隨著問題奶粉事件一次又一次被曝光 搞到媽媽在選購嬰幼兒奶粉的時候 就越來越慎重了 甚至乎不惜任何的代價和想盡心思 去買一些他們認為是比較優質的奶粉 比如說是海外的代購 在網上找代購 又或者是有些親戚朋友出國的時候 就順帶叫他們在國外買一些盡口的奶粉出來 但是這些途徑這些方法買回來的 他們認為是比較質量優質的奶粉 是不是就真的這麼好的呢 如果說想要驗證這些奶粉的真偽的話 拿去這些部門 因為又不接受個人的一個檢測 而且檢測費用又非常高昂 那到底有些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我們知道這些奶粉 到底是不是質量比較好的呢 奶粉的好壞呢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這個奶粉 它的一個配方表 在它的外包裝上面 會有專門的一個配料表 會非常明確地給我們寫清楚 這個奶粉裡面它含有了哪些物質 一些劣質的或者是低檔次的奶粉裡面呢 它會加入了很多譬如說香精 一些甜味劑甚至包括一些增加奶粉稠度的 奈芽糊精 澱粉等等的這些物質 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需要看一下就是奶粉當中 它增加奶粉脂肪類的這些物質 分別是由什麼東西來提供的 我們通過這些方面呢 能夠判斷這個奶粉的好壞 奶粉的配料表 如果著名有生牛魚或者生羊魚 那就可以說明奶粉有自己的木場和工廠 反之如果標注不是生牛魚 而是其他的 像鐵枝奶粉等等就表示鐵牌產品 2014年5月1日實施的申請入面 曾經規定嚴禁委託加工 鐵牌生產 分贓生產應有而配方乳粉 一般用濕發工藝生產的奶粉 對其在奶源要求比較高 所以產品的價格一般不會低過300以下 好像市場上百多元一罐的奶粉 根本不可能是使用濕發工藝 另外專家提醒 在選擇奶粉的時候無論是一段二段三段 都應該選擇用乳糖的品牌 乳糖是有利於鈣吸收 並且可以有效預防乳潛 而且絕對不會令到小朋友產生依賴 照樣看來想避免不買到一些劣質奶粉 主要就是要看奶粉當中的蛋白質含量 還有看看有沒有添加了一些本來不應該添加的東西 不過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我想有一些無糧的商家 已經如目混珠地生產了一些假冒偽劣的產品 蒙騙了消費者 這個時候我們又應該如何去鑑別呢 剛才我在網上看了幾個這樣的帖 就是來自於母英的網站 就說在家裡自己都可以鑑別出奶粉的真假 方法是非常簡單的 但是這些方法又太不太好呢? 我們在網上搜集到幾種民間自撐奶粉的鑑別方法分別是 1. 火燒法 用來鑑別奶粉當中的蛋白質含量 2. 點酒法 檢測奶粉當中是否含有麥芽糊蒸或澱粉 3. 冷凍化加檢測卡 檢測奶粉當中是否含有三聚清胺 究竟以上的幾種方法是否可以鑑別出劣質奶粉呢? 根據國家標準 零到六個月的應有鹽奶粉的蛋白質含量 必須達到每100克12-18克 六個月到三聚的應有鹽奶粉的蛋白質含量 必須達到每100克15-25克 應有鹽奶粉當中最優的蛋白質比例 應該接近無語水平 即是語稱蛋白落蛋白為60-40 更加適合應有鹽對蛋白質的消化吸收 網上全面法鑑別1 用火燒就可以知道奶粉當中的蛋白質的純度 到底這個方法是否靠譜的呢? 我們馬上進行實驗 現在桌面上就放了三份的樣品 這三份的樣品都是來自於不同品牌的奶粉 而且都是在大商場買回來的 另外我們就準備了一個電子晴 以及幾張的白紙 我們先分別向三款品牌的奶粉 除了50克的奶粉 然後將它們放置在白紙上 並且飆好最好 在剛才我取揚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打開奶粉包裝的時候 已經有一天聞到它們的味道 這三包的奶粉當中 味道最重的就是中間的這一包 又有很大股的奶香味 這樣撲避而來 而第一包和第三包呢 它的奶粉味、奶香味 反而會是一樣一些的 除了味道不同之外 這三款奶粉的顏色也有所區別 顏色稍微深一點的二號樣品 然而就是三號 最後是一號 從粉末科粒大小來對比 三號奶粉的粉末會稍微粗一點 而一號和二號的粉末就比較優勢 不過它們裡面的蛋白質的純度 會是去到哪裡呢 我們現在就用一下網上所教的方法 用火來燒一燒 再聞一聞它們的味道 看看會是怎樣 如果是優質的奶粉 燃燒之後會聞到一種焦臭味 類似於羊毛點著之後的味道 如果是劣質奶粉 它的蛋白質會很少 或者根本不含蛋白質 那燃燒了之後 有沒有這一種焦臭味呢 這種方法究竟能不能加 我們食物期待吧 其實剛才在燃燒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有些白煙是飆出來的 還有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塊已經是燒焦了 再聞一聞 散發出來的有一點點香味 它不是那種焦臭味 而是好像平時煎東西 或者炸東西 炸得有一點點金黃 焦焦的時候那種香的味道 一號奶粉點完之後會繼續燃燒 而且味道不是焦臭味 而是焦香味 那第二份奶粉點完之後 又是甚麼味道呢 剛才大家也看到 在火苗關掉的那一瞬間 那些白煙是飄了出來的 白灰色的煙 這個燒出來的味道呢 就有一點點 蛋白質被燃燒的那種焦臭味 好 接下來看的是第三款 三號和一號燒出來的味道 幾乎是一樣的 都是屬於那種 好像煎焦東西 或者炒焦了東西之後的 那種淡淡的焦香味 前面兩份奶粉燃燒之後的味道 都有所差別 而三號奶粉燃燒之後的味道 和一號奶粉的味道幾乎是一樣的 都是焦香味 三款奶粉燃燒之後的味道的對比 味道最刺鼻的是二號 然而是一號和三號 那從這個燃燒的方法裡面 我們就很難去對比出來 究竟用燃燒的方法 是否真的可以鑑別出 當中所含有的蛋白質 那我們都是把這三份的樣品 送去既然的檢測機後 先了 三份奶粉只有一種有焦臭味 難道其他兩份奶粉的蛋白質含量 都不符合標準 三份奶粉的蛋白質含量 又是多少呢 三份奶粉只有一種有焦臭味 難道其他兩份奶粉的蛋白質含量 都不符合標準 我們還是等檢測人員幫我們檢測一下 他們當中的蛋白質含量分別是多少 檢測人員使用的是快速檢測法 通過對比色卡的顏色來判斷 奶粉當中的蛋白質含量 是否達到國家標準 如果色卡顯示是淺綠色或是綠色 那就代表奶粉蛋白質含量符合標準 如果色卡顯色為黃色 那就表示奶粉當中的蛋白質不符合標準 20分鐘過去了 我們可以看到三份奶粉相對應的 顯色卡的顏色都是淺綠色 所以三份奶粉的蛋白質含量 都是符合國家標準的 通過檢測我們可以知道 原來火燒法是不可以鑑別出 奶粉當中的蛋白質的 那為何用火燒不可以呢 用火燒法來燒這個奶粉的話 只是讓奶粉產生一個焦味 我們不能夠通過它的這個焦糊味 來判斷裡面蛋白質的這個含量 必須要通過我們科學的這樣的一些方法 去檢測它裡面蛋白質的含量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物質含量 我們前面講到 在選奶粉的時候要看清楚配料表 避免買到那些含有麦芽糊精 澱粉和蔗糖成分的奶粉 麦芽糊精是一種谷類加工物 以澱粉為原料 是一種廉價的碳水特效物 無色 無味 經煤髮水解製成 可以作為食品的填充料 向奶粉當中添加麦芽糊精 只會降低奶粉的成本 但它本身沒有任何營養價值 同時也會抑制嬰幼兒的消化和吸收 麦芽糊精不可以當作嬰兒的主食餵養 只能夠在一些嬰兒食物當中 適當地添加添加製用 並且要根據國家標準進行添加 03年安徽埠揚滅真奶粉事件 就是用麦芽糊精代替奶粉 從而造成嬰兒嚴重的營養不良 網絡傳言檢測法2 想看看這個奶粉當中 是否含有麦芽糊精或者澱粉的話 就可以在這個奶粉當中 加入一定量的碾酒 然後看看它會不會有變色的情況 如果說有的話 就很有可能是含有澱粉的 或者是麦芽糊精的了 我們現在桌面上 就放著了三個品牌的奶粉 和他們購買的方式也是不一樣的 我們首先會把這三款奶粉 送去專業的檢測機構 檢測一下 看看裡面會不會含有麦芽糊精 又或者是澱粉 然後再回來做點手的檢驗實驗 讓我檢測這三款奶粉當中 其中一款奶粉檢測出含有麦芽糊精 好了,通過了一輪檢測之後 我們已經知道三款奶粉當中 哪一款是含有麦芽糊精的 我們的工作人員就沒有告訴我 不過他就說在它的杯底下面 就會貼著一個標籤寫著有的 如果說是貼了標籤寫著有的話 就是說那一款是裡面含有麦芽糊精的 我們分別從三款奶粉當中 取出等量的奶粉 然後分別加入100毫升的水 將奶粉溶解,充分溶解之後 分別向牛奶當中 滴入等量的點酒 然後看看點酒的顏色變化 如果是劣質不添加麦芽糊精的奶粉 在加入中式的點酒之後 是不會發生顏色變化 如果滲了麦芽糊精的劣質奶粉 牛奶的顏色就會變藍 沒錯 我們各自都會滴進去 好,第一款加了之後 應該變成了點酒原本的顏色 就是黃鶴色的 看看第二款 嗯? 第二款很明顯 也看到是變成了深藍色的 看看第三款會怎樣 第三款會怎樣 第三款滴進去之後 也是和第一款一樣 也是黃鶴色的 延下之意 如果說這個剪載糕是有用的 就是說網購回來的這款奶粉 是含有麥芽完升的 到底是不是呢? 那工作人員呢 之前就跟我說 說檢測出來有的那一款 下面是黏著一張標籤紙 寫著有的 那我們馬上調一下 它的杯底 到底是不是真的黏著這張紙了 真的有的 的確實在說 中間這一款是寫著有的 也就是說 在網購買回來的奶粉 它當中是含有麦芽糊精 是被我們檢測出來的 所以說用點酒來鑑別的方法 是可行的 用點酒來鑑別劣質奶粉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因為如果奶粉當中 它添加了像澱粉 麥芽糊精這樣的一些物質的話 這些物質它很容易 跟我們的點酒發生反應 它會發生一種顯色反應 所以的話 我們可以非常容易地用點酒來判斷 我們的奶粉當中 有沒有額外的添加澱粉 或者麥芽糊精這一類的物質 所以用點酒來鑑別奶粉 是不是含有麦芽糊精 或者澱粉的方法是可行的 我們再來看看奶粉的另一個問題 三醉青胺 自從三綠事件之後 奶粉的質量一直都令到大家 不是那麼淡定 據醫學專家介紹 三醉青胺是一種低毒性化工產品 它的外形是白色單斜蒸體 沒有味 形似於蛋白粉 三醉青胺本身是沒有任何營養價值 並不可以真正取代蛋白質 添加之後 只會造成蛋白質含量提高的假象 而奶粉當中的營養物質含量 亦都會大大低於正常症 BB大量吸入三醉青胺 會引起避尿系統疾患 目前患避尿系統結石的嬰幼兒 主要是因為食用了含有大量的三醉青胺的三綠排 這三醉青胺對於嬰幼兒有這麼大的危害 到底網絡傳言的檢測卡法和冷凍法 是否真的可以檢測到奶粉當中 是否含有三醉青胺 首先我們先從市面上購買三款 不同品牌的嬰幼兒配方奶粉 然後將它送到檢測機構檢測 在三款奶粉當中是否含有三醉青胺 三份樣品的檢測結果已經出來了 根據報告顯示 三份樣品當中其中有一份奶粉樣品 是檢測出有三醉青胺的 這個三醉青胺對於嬰幼兒的身體 是有非常大的害處的 如果不小心買了這些問題奶粉的話 後果是不堪接上的 那怎樣才可以檢測出 我們買回來的這些奶粉 那裡面會不會含有三醉青胺呢 加麵奶粉的三醉青胺 網傳的第一種自測法 就是牛洞法 它是通過對牛奶冷凍結晶的辦法 來檢測牛奶當中是否含有三醉青胺 首先用熱水沖一杯牛奶 濃度要比平時喝的要濃 然後將它們放入冰箱冷藏 一個小時後再拿出來 然後用一塊黑布 蒙在燒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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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分別將牛奶慢慢倒入 蒙在黑布的杯裡 倒完之後 看看黑布有沒有白色晶體 如果有白色晶體 就證明有添加三醉青胺 好了 那我們一號的藥品 是專賣店買回來的奶粉 在隔壺之後 我們發現在黑色的布上面 並沒有出現白色的晶體 只不過是有一些奶粉的通病 就是未完全溶解 就會有少許的粉末 散流在黑布上面 但是這些就不是白色晶體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看 第二份的樣品 看看它隔出來的 會不會有白色晶體出現 第二份就是在無鷹店買回來的奶粉 從黑布上面來看 第二份從無鷹店買回來的奶粉 也沒有出現白色晶體 難道第三份從超市買回來的奶粉 就含有三醉青胺 我們繼續實現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結果 連第三份在超市買回來的奶粉 用了冷凍法去檢測 都是沒有出現白色晶體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這個冷凍法根本不靠譜 沒有辦法去檢測出真正含有三醉青胺 給搞粉奶粉 三醉青胺被溶解之後呢 我們利用我們的這種冷凍法 在黑布上面呢 很難把它檢測出來 因為黑洞上面 它的這個孔洞還是非常的大 很難把三醉青胺給過濾出來 它的分子呢 是可以通過我們 黑布上面的這些孔季啊 全部漏下去 所以呢 如果我們要檢測我們的三醉青胺 還是建議大家 要用一些科學的方法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快速檢測的方法 能夠很快速的來檢測 我們的奶製品當中 是否含有三醉青胺 我們特意從檢測機構 購買在這一種 可以快速檢測奶粉的三醉青胺 成份的檢測坑 它可以快速準確地檢測出 奶粉當中的三醉青胺含量 在市指的中央盆獨區 噴有兩條隱形的線 一條是對焦線 一條是測試線 如果奶粉當中含有三醉青胺 市指上面就會顯示出一條橫線 如果不含有三醉青胺 就會出現兩條橫線 我們先將三份奶粉 分別用100毫升的水沖調 然後再拿檢測盒裡面的試管 取0.2毫升的牛奶 和0.7毫升的試劑 將兩者混合 最後將混合溶液滴到檢測卡上面 最後將混合溶液滴到檢測卡上面 等待五分鐘 第一個應該是屬於中間的這種情況 因為有一條線是相對來說很明顯的 而在旁邊的這條線 在旁邊的這條線 隱隱約約看到一條陰影的粉紅色線 不過不是特別特別明顯 所以說第一款的養品 檢測出來的結果 應該是沒有三醉青胺的 再來看看第二個 第二個 比剛才那個看得更明顯一點 它有兩條線 一條是深一點 另一條是淺一點 同樣也是淺陰影 沒有檢測出三醉青胺的情況 第三個 大家可以看到 它非常非常明顯 它裏面有一條很粉的 一條粉紅色線 而且只有一條線 而之二只是說它是呈陽性 就是說它當中是被檢測出 有三醉青胺 跟我們之前送去送檢的結果 是一樣的 我們三份養品 其中有一份是有三醉青胺的 我們現在馬上就來揭曉一下 到底是否真的 我們檢測卡所檢測出的 這一份含有三醉青胺 首先我們就來看看 這兩款的奶粉底下 有沒有貼著標籤紙 咦? 這兩款是沒有的 最後我們就來揭曉這款奶粉 看看它下面是否真的貼著 一個有的標籤紙 真是這款奶粉 我們那時候工作人員 就是在批發市場裡面的 一些小超市買回來的 這款奶粉 所以說用檢測卡 來檢測三醉青胺的方法 是可以的 調查到這裡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了 在網上流傳著的幾種鑑別方法當中 其中冷凍法和燃燒法 都是不靠譜的 而這個檢測卡可以檢測三醉青胺 和點酒可以檢測出麥芽湖蒸 這兩個方法是靠譜的 另外有隻的奶粉 從包裝上面鑑別 包裝要完整 標識有商標 生產廠名 生產日期 批號 保存期限等等 不同材料的包裝 其保存期限不同 劣質奶粉的包裝 雖然完整 但標識陳舊就要注意了 可能是過了保存期 所以說 以後電視機前面的 爸爸媽媽在選購嬰幼兒奶粉的時候 就要策量你們的金晶火眼 千萬不要在選購的時候 看到一些價格比較低 和營養全的 就覺得它是一個性價比比較高的商品 其實這些奶粉 很有可能是對BB身體有害的奶粉品牌 希望大家看完今期節目之後 以後在選購奶粉的時候 都可以買到一些正牌的優質 避免買到一些劣質的奶粉 今期節目時間到這裡也差不多了 下期節目時間我們再見 拜拜